吴林郎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25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闻一开始先带大家来关心到就是台东县陆野乡瑞源村一处的农路 因为路面的粒料剥离 而农路旁又没有挡土的设施 大雨容易造成土壤流失 县长饶敬林25号上午实地勘察之后呢 饶敬林指示农业处尽速发包来改善 维护民众进出的安全跟便利 放眼望去 所见之处路面斑驳剥落 这条道路是陆野乡瑞源村的一条农路 也是周边农民耕作通行的主要道路 县长饶敬林十分关心地方基础建设 25号特别前往陆野二层坪附近的农路 进行实地的勘察 瑞源农路的新建工程 那整工程临近瑞源火车站以及二层坪 那因为本次的工程的改善内容呢 包含了农路以及当土墙 那要整次的那个主因呢 改善的主因是因为仓念的这个道路的力量玻璃 它导致而且迫度过走 导致它的停止不易 那二来因为近年来的那个极端气候造成它的大雨 它会造成货地的冲刷 然后以至于水土流出 那有限于此呢 那我们这边提案 然后经县长与处长举事办理这次的改善 那我们这次总共的农路 那装的长度是3米 然后长度是50米 那当土墙 高度是1.5到3米 那总长度是50米 那预期的收益面积是1公顷 那总本次的花费的金额总共是83万5500元 你几前可以包包完成吗 预定是11月的时候 9分期半年 好,好,OK 在经过实地勘察之后 发现路面确实破损严重 姚县长也当场指示农业处要尽快改善 农业处的考量 立即施工将对农民耕作造成不变 将在年底收割后再动工 那这条路因为年久 已经有年久失修 那另外我们在 我们知道看到旁边的水道 旁边的一些那个河坡 并没有所谓的挡土设施 所以开始在雨季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土石崩落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这一次预计 总共希望可以把挡土墙做起来 并且把路面的部分做改善 那县长也很支持这一个案子 希望我们可以农业处这边 会在110年的年底之前 完成工程的发包 那为什么要在年底之前发包呢 就是因为要配合着我们的这个水道的收割 水道大概在11月12月才会收割 收割之后我们会进场来做工程的试作 那赶快把这将近那个50米的这个挡土墙 以及道路来把它试作完成 老县长表示 农路修建及挡土墙的工程完成后 将会有超过一公顷以上的农田受益 期盼完工之后 能够有效保护农田 也让农民进出更加方便 记者潘俊卫陆远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沿途